大家好,我是曹雨萍,今天是7月29号 我今天终于打到一个白天,可以站在前夜里面跟大家聊天了 之前这段时间都太忙了,每天晚上回来都很晚 我在家里就不敢说太大的话,我怕我爸听到了 而且也不敢说太敏感的话题 所以昨天晚上就大概报了一个平安 我这回虽然感到是白天,但太阳都已经落山了,即将天鹰了 所以就跟大家先说两句吧 昨天是去了之后,他们高兴风局的石磊和他们五大队长 一起所谓迅吻到我 先是把我的这些随身物品放到他们滞留室 然后把我带进办案区 当然没有坐什么老虎凳了,就找了个椅子坐在那 虽然没管饭还是管了点水,态度上看起来还和气 但是相比于之前,每天都要跟我称兄道弟的这种状况 那昨天肯定就很煞有介事了 而且好久没有露面的他们原来高兴风局的副局长 那个副局长作证,当时到西安带了一批人在那十几天的找我 当时那个副局长应该还是挺生气的,觉得我把他们折腾的够呛 而且按照那个冯大队长的说法,这个副局长因为我被掳下去了 当然他应该很大可能还是年龄到了 然后现在冯大队长也不干了 总之从风局长到大队长都换了人 然后问的问题就是问我去香港和去美国干什么 因为之前在1月份将我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 他就问我相应的问题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是因为他在我家去搜查的时候 搜到了一个我写了上面 写了收到讲课费2500港币的一个收条 还有就是我各种外币吧 就我去国外旅游这些换的这些钱 美元,泰铢,新台币,港币,欧元 然后合计换算是人民币大概有10万块钱吧 然后都被他们扣押了 当然这可就是耍流氓了 但是你跟流氓也没办法讲道理 之前他就问过我 然后他也从我家里还搜出来一份 我曾经去纽约大学参加 中美反歧视的法律研讨的一份材料 我当时就说了 我说收据是我去港大 分享我之前做的一个西安卫阳区的女老师 因为身上胎被隔除教职 我们去起诉最后又恢复教职的这样一个案件 我没说什么 因为我就也不认识什么人 我去了之后讲完我就走了 我就冲了2500块钱讲课费去的 然后纽约大学的那个活动呢 它就更加公开了 除了我之外还有国内 中国政法南开 上海交通 四川大学 就很多大学的教授吧 还有邀请了法官和检察官 中国大陆的 所以这两个活动我相信 他本身不至于要给我找什么 然后在一月份的时候 我也就如实讲了 没想到他这次又反过头来来问这两个事情 我只能说 这个事情本身我没有任何让他们能拿出来指证我的地方 但是这样一个回过头来要重新找我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信号 这大概有很多种可能性 一种就是他们放了这个张忠宋之后呢 他们对通过厦门这个聚会或者其他的聚会去对这个案子有所突破的 这个想法已经基本上减半了 但是呢 他对这个案子本身并没有放弃 甚至有可能他们想在其他地方找补回来 他们因为初期办这个案子比较灰头土脸的 这样一个面子 所以不排除啊 尤其是考虑到刘淑庆律师之前也已经被连续传唤了三次 然后最后一次是都已经心脏病发作了 然后不得不终止了训问 但是这个事情到现在也没有完 那么对我的这个凶误呢 我认为 很有可能 也就是这样一种思路的结果 他们可能还会继续在以往 参加会议的律师身上去做文章 去梳理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看能不能找到什么 他们认为的蛛丝马区去栽赃陷害这些人 那另外一种可能呢 因为我毕竟出境的这个记录也挺多 去的地方也挺多 但是呢 他就紧问香港和美国这两次 他并不会你在其他地方做的什么 当然我去其他地方也当然就是旅游了 我大概猜测是因为跟香港或者跟中美之间最近的这个 比较紧张的那种关系可能是有关系 他大概是想通过我去做一个情报采集的这样一个工作 看能不能梳理出有关的人缘 但如果能把我抓了那最好 如果我没啥事 但是能从我那得到一个情报也是不错的 但是呢 我现在这都是我重处的猜测了 人为刀祖我为鱼肉 我现在说什么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我现在就回到家里就等着吧 这个事就是 我其实在昨天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其实也基本上有点想开了 我这半年过的实在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如果他们真的要抓我 要给我这个荣誉那就算了 我也不想再跟他们费什么重舍 因为我从来没有觉得在中国一个无罪的人 就必然能够豁免于这个刑事程序的追溯 因为只要有这样一种政治性的政策性的权益性的法律之外的其他因素在干涉法律的执行 还没有完全实现真正的法治 这个不管是被为中美关系的恶化被记齐 还是要把我纳入到所谓丁家许许之勇这个捏造出来的犯罪团伙去做一个已经编好剧本的角色 那都不是我能决定的事情 所以就随他去吧 我该干嘛干嘛 我还是先把我手头的这些工作事情先做好吧 我只是希望所有的事情最终都有一个水落石出的时刻 我还是相信我们这些人做的这些事情 或者我们这些人没有做的这些事情 都是堆得起这个国家和堆得起这些人民